全區部修法軍公教退休金 將從每半年領取一次改成每月領取 預計最快明年7月就會上路影響60萬人 現行公務員退休金每年1月和7月 發放一次給半年但有漏洞 假如領取人在2月過世 退休金就會一領到6月 不過財政部估算改月領就可改善 每年還渴望替國庫省下3.68億元 如果他們的心態是從為了要防止這些人 去支持藍軍的話我覺得大可不必了 省一些利息錢我相信了 但是省錢的同時 從另外一個層面看看 你有沒有做到尊重跟尊敬 年金改革目前共識包含延後到65歲支付 廢除18%也將要訂出地板和天花板 最低可能在2萬5 而天花板上限還在演繹 政府呢假如說因為這樣的話 會失衡的話 那你就會打住嗎 這樣來講對人民會比較公平一點 因為現在我覺得一般的上班族啊 我覺得現在生活上都是還蠻刻苦耐擾的 然後薪水沒什麼障礙 政府省錢民眾支持 因為薪水太少生活過得好辛苦 立委證明中就要求 經管會主委李瑞昌公布前50名上市櫃公司薪資 變相鼓勵加薪 三個月內公布可以不可以 當然這個也要考慮他的效果啦 沒問題吧 我來跟交易所和櫃板中心 協調一下 所以基本上你是贊成 我是贊成 開一個無誤的或什麼拿到大 景氣差薪水少 民眾也希望政府要節流 納稅顯可要劃在島口上 動森財英新聞 劉沛琪 吳佑樹在台北採訪報導